学佛确实可以得到健康长寿 一年一首 辽凡思勋这是许多同修们常常读诵的 讲得很清楚 延长了寿命 我自己学佛也是延长了寿命 年轻的时候 许多看相算命的都说我活不了四十五岁 我相信 因为我家里三代都没有活过四十五岁 我能够记得的 我的祖父 我的伯父 我的父亲 都是四十五岁走的 我相信 我学佛没有求常受 一生全心全力 走的是红发力生 许佛会命的道路 我没有佛报 全身不知道修佛 现在寿命延长了 佛报好像也有了 都是这一生 修来的 我二十六岁 我二十六岁开始学佛 这一生修来的 一因果报 丝毫不爽 我学佛五十年 身心不已 越学信心越坚定 确实烦恼 年年减少 智慧 自己的想法 看法 随顺佛陀教会 这叫学佛 如果还是坚持自己的成见 那不叫学佛 学佛能改变一切 能改变相貌 能改变我们的身体 身心健康 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在佛法里头 决定得到 殊胜的过保 那么要解决 这些问题 社会大众问题 我们无能为力 至少对自己 对自己的家亲眷属 我们要帮忙 真正要帮上忙 那你一定要 深入精脏 深洁义血 一交风险 这才行